漫步俄羅斯摩斯科走進這個城市的地鐵 你會看見許許如生的雕像 古典優雅的吊燈 即精湛的馬塞克鑲嵌畫 至少期間彷彿深處 已做著精美的藝術博物館 我叫阿克毛 與中國有深厚的緣分 我十四歲的時候來到了中國 在中國生活了八年 2015年我回到了莫斯科 來到一家中國企業工作 他們正在為莫斯科修地鐵 這個地鐵可不一般 在中俄見識者的一起努力下 不僅刷新了當地時工記錄 還打造了一座中國風車站 成為中俄有一新的地標 今天我將帶領大家走進中國風 莫斯科地鐵車站 感受中俄見識者的合作成果 我身處的是莫斯科第三方向線 西南段項目 位於莫斯科西南部 這是俄羅斯首次在地鐵施工中 引入了外國企業 也是中國企業在歐洲 建設的第一個地鐵工程 包含三個地鐵站 九個隧道 總長度大概五公里 我現在的位置是 就是中國風車站 這個車站一個月後就要開通了 熱情的視頻將看命 來 給大家錢多一筆快 莫斯科的許多地鐵站都用科學家 文學家等接觸人物的名字來命名 為紀念中俄傳統友誼 在這座以俄羅斯生物學家米居林命名的地鐵站裡 中國鐵建設計師巧妙地把 英文、團售、巴仙文、中國紅等中國元素的設計 運用到車站裝飾上 你知道嗎 這座車站就在中國的俄羅斯大使館 和有一大街附近 相信來俄羅斯的旅遊和出差的中國朋友們 一定會打他永遠